大家好,我是一簧真一掌 今天我要介紹的書是寫給孩子的事件歷史故事 全套一共有12本 從人類文明的開始到現在科學的進步 其中我最喜歡第11本 它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德國戰敗了 要賠各國很多錢 在這樣的背景下 希特勒依然決定攻擊鄰近的國家 歐洲戰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區就這樣形成了 遠在亞洲 另一個國家也野心骨骨的小公在鄰近的國家 那個國家就是日本 它不僅攻擊鄰近的中國 還派飛機攻擊遠在美洲的珍珠港 這讓美國總統很生氣 決定參與這場戰爭 就此在亞洲、歐洲和美洲的戰區 就這樣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各國的首領都不想輕易結束這場戰爭 最後 美國總統以兩顆原子彈結束了這場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 我喜歡閱讀歷史故事 因為它能讓我了解前朝的教學 也建議大家閱讀這套書 謝謝